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12月24日2023年 平朝准决赛 女团决赛已经结束了较亮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只有孙颖莎 追证范思琪的比赛 本场比赛也是女团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终孙颖莎一大比分3比0很少对手多望 本次孙颖莎所在的深圳大学 和范思琪所在的山中大学挺进的比赛 比赛的时候孙颖莎进入状态 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孙颖莎很快就打了对手一个3比0开局 结果随之范思琪也开始花了力量 范思琪横花就以5比4实际的逆撞 结果孙颖莎也爆发了 只见孙颖莎连得三分以8比5实际的逆撞 当范思琪将比分追至6比8的时候 只见孙颖莎又再次爆发了 孙颖莎连得三分以11比6先下一层 比赛进入第二局的较亮 结果一上来 孙颖莎又取得了3比0的开局 当双方战成3比6的时候 只见二者开启了疯狂的对拼球 不过孙颖莎以正反手的相互结合笑到了最后 当双方战成3比9的时候 只见二者再次开启了疯狂对拼模式 不过这次孙颖莎被打了一个错过几方 当双方战成5比10的时候 只见孙颖莎上演了疯狂的移植 孙颖莎以11比5再下一层 结果第三局孙颖莎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阻碍 第三局一开始孙颖莎就以0比2处于落后 结果孙颖莎爆发了 只见孙颖莎连得两分 将双方的比分占成2比2占平落 当双方以3比3占平落 只见孙颖莎想要发出迷惑心花球 结果被孙颖莎识破直接一把拍死落 当双方以4比4占平落 只见二者再次开启了疯狂对拼模式 不过孙颖莎以3点击笑到了最后 这一球也让孙颖莎有点弃忘了 孙颖莎以5比4实现了逆撞 不过孙颖莎也开始发力落 只见孙颖莎连得三分以7比5实现了逆撞 当放置其以9比6已经取得三分领先的时候 大伙都以为孙颖莎将要输掉本局的时候 结果随之孙颖莎又爆发了 孙颖莎打了对手一个4比1的出击波 将双方的比分居至10比4占平落 本局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躁的 双方一直僵持到了15比15 不过也只是有进无限 局末孙颖莎连得两分与17比15迎现了比赛 最终孙颖莎以大比分3比0很少对手获胜 孙颖莎所在的深圳大学也夺得了本世女堂的冠军 孙颖莎已是顾不可摸的 孙颖莎已实现了该项目的三领化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着 轻商不改 绿水残留 我们下期展位